好 接下来看就是端午再加上暑假 那么这个两个假期激出了爆发性的游客 北京故宫发布了新规 从6月30号起 禁止在北京故宫里面穿格格装 古装扮演任何商业拍摄啪啪噪 而且呢 禁故宫不可以到 带着超过1.3公尺的自拍棒 还有露营用的那种大推车 不准在北京故宫推来推去 带行李直接去故宫 得放在指定的地方 接下来的这些连续假期 中国大陆各航空机票的预定迅速暴增 一起来看看冲高的旅游旺季 登机窥台前排了长长队伍 旅客提着行李准备出游 上海浦东机场近期 客流量明显增多 我们现在是从上海飞空米 然后去大理那边玩 趁着人流量还不是特别大 也是考虑到价格问题 所以提前走了就是 提前出游 因为接下来短五假期就要来临 加上各学校陆续放暑假 必定会有一波出游高峰 目前六月下旬航班的机票 优惠票已经被一场而空了 东南亚航线 新加坡航线也比较受欢迎 近期整体的客座率 已经接近九成 短五假期机票 已经进入预定高峰期 多枪航空公司 在上海两大机场 日均进出航班 有望达到两百架次 恢复到2019年 疫情前同期水准 部分航空公司决定增加航班数 甚至在飞境内航线时 出动广体客机 短五期间南航将共计提供出港座位数约6.3万座 其中广州 深圳 北京 大新乌鲁木齐成都方向均有部分的航班 是投放宽体机执行 铁路部分端午火车票 抢定更早启动 从北京 上海和长沙等地出发的车票 几乎都只剩下后部 截至6月9日上午10点 成都车站售出车票12.1万余张 平均每分钟售出端午首日车票200余张 客流主要在北京 西安 上海的热门方向 迎接旅游市场复苏 但同时一些观光乱象也造成极大困扰 在北京故宫兴起古装拍摄 扮成娘娘格格 还有专业摄影师大光拍照 您得收费吗拍 收费的 收费的 多少钱 我要给孩子拍一套 我要给孩子拍一套多少钱 399 看您是几套衣服 要拍多久拍多少张 换一套服装人民币399元 这样的古装拍摄从6月30号起 北京故宫将全面禁止 新规发布 这类商业拍摄不准 未经允许的直播也不可以 另外游客想拿自拍棒 超过1.3公尺的禁止膝带 超长或者超大的设备或用具 在通过墙门过道的时候 它非常容易刮送到墙体或者流离件 这样就会造成构件的脱落或者残缺 因此这些设备都是禁止携带的 另外北京故宫也和上海迪士尼一样 对于游客带进来的推车 行李增加规范 除了正常婴儿推车轮以外 露营用的超大推车不能进入 行李则要在指定区域寄放 乐止乱象维护旅游品质 而原本要抢端午观光财 停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一对黄色小鸭 却突然宣布缩短展期 从两个星期变成本周日就要结束 短命的一对黄色小鸭 甚至其中一只在正式开展当天 就因为太热漏气 事后虽然重新充气展出 但主办方在几天后 考量天气因素和营运成本 决定不等到端午假期 提前结束展期 成本很多是高了很多了 加上最后通胀的 成本都会上升的 所以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十年前黄色小鸭在香港展出时 展期长达数个月 累计八百万人次观赏 这回不到十天就结束 带来的观光效益 自然大打折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